主料,基本下250克,主料,酸辣酱两大勺,生抽二分之一大勺,糖二分之一大勺,盐,水淀粉两大勺,番茄酱一大勺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鲜酱还是放好,西红柿如削苹果皮那样,削出长长的皮,然后传成花状,酸辣酱两大勺,番茄酱一大勺,盐适量,糖大半勺, 生抽半勺,水淀粉两勺,以上的勺子,均为家里百次汤勺,混合成调味之备用,虾片翅翅和虾馅,锅热放油,倒入虾,煸炒至虾皮方干,倒入调味之,不停的大火翻炒,直到吞汁浓稠,全部粘在虾身上,摆爬即可享用,烹饪技巧,不同风格的酸辣酱,味道不一样, 看似自己口味了这种是酸香味道不够,酸柠檬的味道很足,算是贴近菜式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